馬來西亞匹利州發生恐怖自解命案 綜合馬來西亞媒體報導 死者為68歲女子黃酸美 是她42歲兒子 警方指5月時 死者另一名任職醫生的兒子 而報案子母親失蹤 指致電給媽媽時 都有疑犯接聽 並聲稱媽媽已經離開家裡 警方當時曾經到死者住所調查 因死者有側垃圾的習慣 家裡堆滿雜物 而且散發臭味 因此警方沒有發現異臟 直至上星期六 鄰居報案投訴 聞到異常濃烈的臭味 警方於是再一次到單位調查 最終在後方訓詞 發現被肢解的15塊碎屍 相信媽媽已被殺害肢解 在屋內搜出3把尼刀 疑似是涉案空氣 同時拘捕死者42歲兒子 並循謀殺方向調查 警方初步調查得知 兒子疑似不滿以負父親的遺產分配 和死者爭執期間 行空養成事務慘劇 第五集 感谢观看